安靜的聽完故事 我就把這個房子留在這裡三間 讓你們在這裡底下好不好 好 那你讓安靜三三 你都不能去控它喔 你知道嗎 我要仔細的聽我講 因為講完之後 我問問題喔 好不好 好 我都要去控這個稻草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稻草 我看這裡 它會倒喔 所以你要仔細聽我講故事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故事是什麼 必知有教養的 必知有教養 你們是不是有教養的小朋友 有這種藥 很勤勤 你知道嗎 那今天要講的這一次有教養的人 他們來很有教養嗎 你們覺得啦 很有教養嗎 沒有 沒有 他有助師啊 他啊 因為他肚子很熱 他在身體裡面一直走一直走 所以已經不知道怎麼了 為什麼肚子都好餓 又抓不到小豆腐 沒有小白褲 沒有小鴨子 還有好好吃的小豬 好肚子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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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到家 都出話來了 唉 走啊 走啊走 這一次大爺 就突然想到了 嘿 就在一百公司外面啊 我記得了 那個農舍 農舍裡面啊 有什麼 哇 哇 你們一直看著這裡 所以你就說有三隻小豬 其實並不是 農舍裡面有什麼 牛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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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棒了 上去可以讓肚子怎麼樣 太棒了 對 這時候就走啊 走啊 走 哇 哇 哇 欸 看到農舍 在哪裡 在這裡耶 裡面有什麼 豬 有鴦 還有牛 所以這個時候啊 這大爺啊 就想到了 這些小豬 通通怕我 就去大一點啊 因為我怎麼樣 很兇狠 所以 我只要給他 嚇嚇啊 威 嗚 的一聲他們就會怎麼樣 嚇吼 他們就會嚇到不行 然後就寫不進到 我的肚子裡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啊 大爺 他決定了 爪子伸出來 小腳要抬起來 走過來之後 基本上呢 大爺啊 說了兩句話 第一句話 你們太近了 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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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們這樣怎麼吃豬呢 太近了 他一來了之後 我們剛剛說 大爺啊 是有教養的 還是沒有教養的 沒有 他沒有教養 他一道紅色 腳一踢 啊 啊 怎麼樣 非常的沒有理好 有教養的小朋友 這時候請坐 他就說了 他就說 我是大野狼 你們都要怕我 嘿 這時候啊 小兔兔 小鹿 還有什麼 各種小動物 開始狂跑 只有你三隻動物沒有動 哪三隻動物你們知道嗎 有 哪三隻動物沒有動 有 有 哪三隻動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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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他們在做什麼 有 他們在看書 這個時候 小兔兔多發了 嗯嗯 是誰啊 在那裡打擾我看書 小鴨子也講了 哎呀 不知道是哪一隻 沒有教養的 在這邊吵的 不理他 欸 牛媽媽也說了 哎呀 安靜安靜 乖乖的看書 大野狼是怎麼樣 你覺得他會不會死 你覺得大野狼會不會生氣 你覺得大野狼會不會生氣 為什麼他要生氣 沒有啊 他要害怕他 對啊 你們怎麼可以不怕我呢 我是什麼 大野狼 你們要怎麼樣 要怕我啊 結果三隻躺在這裡看書 到底看了什麼書 我也好好奇 這時候呢 哎 那個 小豬對大野狼說 你走開 你後退 你回家 我們這裡 這個農場 是在收養這些 有禮貌的 有教養的公務 你這麼沒有教養 你可以回去了 教養 教養是什麼東西啊 我大野狼從小到大 從來就沒有聽過 教養這兩個字 教養 可以吃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那教養到底是什麼東西 教養 你等一下再告訴大野 這個時候大野狼說了 到底教養是什麼東西 小豬又說了 大野狼 你可以回去看看書 你就會知道 什麼叫做教養了 啊 這個時候呢 這個大野狼說 好 好 我要去哪裡學教養呢 圖書館 圖書館 太棒了 學校 學校 還有哪裡 學校 學校教我教養 還有老師 偉大的老師 還有呢 書裡面 那去哪裡找書呢 圖書館 圖書館 所以啊 大野狼決定了 他要去圖書館 他就去裡面 仔細的看書 然後也去學校 努力的學習 之後呢 他學習完了 他就寫了好多的字 他就回來了 他就回來了那個 那個 那個 這個 農場 對不對 他這是怎麼樣 我要有教養 我絕對不要再 哇 不行 我要怎麼樣啊 我要 我要吃三 這些豬還有 這什麼 牛還有小鴨子 可是我是個有教養的大野狼 所以我來了 哇 親親的一起 你看 我有沒有教養 沒有 為什麼我這次沒有很大力 我這次是輕輕的提 這樣子也沒有教養啊 對 這時候 小鴨就告訴大野狼 你 還差得遠 怎麼辦 你要再去學教養 他要去哪裡學教養 我們剛剛說 學校 還有哪裡 還有書館 所以他要去書館 學教養 對不對 後來呢 他要去努力的學習 讀了很多的書 舞蹈都近似在紅色的眼鏡 好努力的學習 所以你們記得 看完書之後要怎麼樣 要去戶外跑一跑 好 結果呢 他又回來了 我剛剛說過 我剛剛說過 我是一隻什麼 有教養的大野狼 我這次 一定要展現出 我的教養 所以我到了農場的大門口 這裡有個鈴鐺 我要做什麼事呢 敲敲我 敲敲我 有鈴鐺 我們就不敲敲我 就當當當 怎麼樣 大家都知道誰來了 在野了 喔 我來了 大家現在都知道 這個時候怎麼樣 大家還有用亂跑 沒有 我進去 我還要去踹人家的屋底 不要 我把門打開 然後 坐下來 接著怎麼樣 拿起一本書 開始怎麼樣 看書 這時候 大野狼拿起書 慢慢的練說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三隻小豬 哇 大家覺得 這隻大野狼怎麼樣 好有什麼 好 大家覺得他好棒喔 所以大家坐在他的旁邊 安安靜靜的聽他說故事 說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聽了大家都非常的開心 所以他們說怎麼樣 最後變成什麼 好朋友 好朋友 所以啊 近似了近似了 沒關係 要躲到不擺頭的 你看後面都思考 對不對 然後戴一個人去沒有關係 他就攻擊在一百步 不可以再加身上去的 知道嗎 好 故事講到那邊 要對我說什麼 你們知道嗎 謝謝 謝謝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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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姨